他最愛是銅骨燒,一次可以吃好,鍋盤,就像什麼? 大胃王一樣,很好! 在老師的帶動之下,小朋友一個一個來形容自己的爸爸 尚心目的爸爸跟別的同學來分享 超頓町圖書館今年四月夏令約庫廷中開設了作文版 由頓向國小的老師來清新基督 老師自己主編告載,利用會本的方式讓告載更加豐富 讓學生人容易吸收 是利用故事會本的方式來教學 還有就是用引導式的方式 跟以前傳統的教學模式是定位比較不一樣 所有的教材跟教材就是我自己個人編輯的 所以讓孩子透過這樣的方式引導孩子來寫作 使孩子能夠更快的進入寫作的方式 感覺很好玩 怎樣好玩 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寫作文是不是不會很困難 不會 因為老師怎麼樣 很溫柔 老師教得很好 對 學到唱作不會很難 而且可以有到很多朋友 親生外拍的角度方式讓孩子感受到作文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曹頓廳投書官表示 現在孩子使用電腦關係 競化到文字部份的核心 所以每年都會定期辦理作文版 讓孩子對洗凡時就有正確作文的能力 目前的小孩子都已經用電腦用習慣了 像他們的字寫出來 常常寫錯字 還有照劑都照不出來 發生了很多這種問題 我是感覺說小朋友希望在做一方面都加強 你會感覺到他們常常 尤其作文好像寫出來不對題 有時候跟小朋友相關的 要他們寫得出的東西他們寫不出來 道具然後用實用 就是叫他們一些有關實用師 然後有關一些例句的模式 然後讓孩子激發孩子的創造 然後讓他們多發表 因為你讓孩子發表的話 或者是利用圖片讓他們發表 他們就可以吸引他們 激發他們的想像和創造 然後回答他們利用這個回答 然後他們會覺得 就是在寫作的時候 會把它寫進去他們做的裡面 也因為父親節必告了 所以老師特別安排 今天的做部班是說到自己的爸爸 每一位小朋友都跟自己的爸爸 寫在作業裡面 還有人跟自己的爸爸圍出來 讓做文庫夾到不一樣的情菜 記者等聽彩虹報導